本港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上任後其中一個目標是輪候公屋時間至少不再加場 由透露對加快建屋有新想法 預料100日後的相關報告有交代 第六屆政府上個星期五宣誓就任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提高治理水平等四點希望 新任特首李家超在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話 他的競選政綱和四點希望是一致 證明方向正確 針對現在公屋平均輪候時間要6.1年 他說有新目標 期望透過發展棕地、綠化地等方法去達到 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將它要長的速度停下來 然後當然希望它減 我說執行力方面我們應該有不同的 另外一方面還有一些新思維 我是有的 但我都希望和我的團隊大家談清楚 要有變革的一些思維 當然這個變革的思維未必是一些革命性的東西 什麼時候會用呢 如果立即可以用就用的了 當然還會等嗎 他只是透露新方法涵蓋穩地和建築方式 預計相關工作組100天後提交的報告會交代 另一個方法是建樓可以提速 他舉例一個四至五年完成的項目可以縮短到三年 有信心做到 如果最終不達標會不會有後果呢 解決問題比令到某些同事在心裏上加大壓力 解決問題是領導的責任 我會相信某一些環節我會幫到他的 例如我做了這個批核和甲的部門做完之後 要等月的部門 時間原來是這麼長的 有沒有可能統整了之後 你時間快些呢 如果真的做得不好 都可能好像上屆那樣會換掉 如果一個是不關事 或者他根本沒有那麼多的能力 我想我沒有可能讓他繼續擔誤時間 他亦都自己知道 除了房屋 他說仍然在商討哪些項目要定KPI 也即是職效指標 強調只會聚焦某幾方面 敢發包括為基本法23條立法定時間表 不是立那麼簡單 一定要立得有效 是否有效去處理到 我們很嚴重的 國家安全的一些風險 所以是要做充分的法律研究 因為我不希望立完一個法律之後 將來又要收收補補 所以我不覺得時間是我最急切要考慮的 23條立法是一個站 可能擺後一點 希望市民感受了那種幸福感 你認不認同這個說法 國家安全風險如果你在2019的經驗 是突然其來的 那麼我們不可以就是居安 就不思危 但是我同意我們會審視形勢 看看什麼時候達到最好的平衡 他說立法參考的法律除了用普通法的國家 也都會考慮其他國家 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印報導 新任特首李家超說應該要壓低本港現時疫情確診數字 但未必要用全民強制檢測 又透露正同內地商討有限度免檢疫通關的可行性 本港近日新增確診中數持續每天過2000宗 上任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曾經說 入院重症和死亡數字平穩相對較為放心 不過新任特首李家超的看法稍為不同 他沒有透露目標要壓到多低 那些死亡數字都一定是會上升的 醫療系統中現還可以應付 但是因為是在用現有的資源 譬如有一些是經常要覆診的 譬如癌症、長期病那些都要治療的 因為這樣而言 其實大家是沒有去說這件事的 他沒有透露目標要壓到多低 那怎樣壓下去呢 例如我們應該增加多些核酸檢測 因為核酸檢測是最可靠的 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用這個快速檢測 始終的敏感度是不夠核酸的 那就是有些是叫做錯誤的安心 原來你都是感染了手段 這個會不會演變成為全民強制檢測呢 那是未必需要的 我們全民強制檢測的目的是什麼呢 真的在疫情開始或者結尾的時候 現在我們看到強制檢測 我們做到這個目標也都有其他配套 他說其中一個方向是再加密高風險人士的核酸檢測 被問到有沒有趁國家主席習近平來香港 反映港人對免檢疫通關的期望 李家超說經常跟內地不同單位反映 我的策略呢 就首先跟內地一些單位談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就叫做有限度性的 一些方便措施 現在還是大家探討著 是不是跟國際通關應該暫時都是無望 兩個方面呢 做到哪個就做哪裏 我覺得沒有一定是互相排斥性的 如果我們在外地來的 可以做到一個精準一些的方法 就確保到 至於應該將外地抵抗人士的酒店檢疫期 由現在的7天 那為5天在檢疫酒店 2天在居家監察 還是更加進取 李家超就說 仍然要檢視數據 暫時沒有實施時間表 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印報導 本港新增1828宗新冠病毒個案 輸入佔147宗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港期間 曾經跟他會面的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確診 出現爆發的觀塘餵食火鍋 就有個案懷疑屬於疑似感染 新增1681宗本地個案入面 包括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他在社交平台說 剛剛星期六檢測結果程養性正是自我隔離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四來香港的第一日 曾經會見香港各界人士 何俊賢亦都有參與 拍攝大合照的時候 他站在習近平的後面 雙隔只有一項 何俊賢說當日檢測陰性 我們都做了流行病毒調查 一般來說 家人、同住的家人 和同一個患者 在全年期有面對面 大家脫口罩接觸的人士 才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觀塘萬泰利廣場餵食火鍋再多3個食客感染 累計14宗個案 大部分涉及B.A.4或B.A.5 其中32歲男人接種了一針新冠疫苗 曾經在3月快測陽性 懷疑屬於二次感染 食肆10個環境樣本全部呈陰性 而換氣量等亦都符合規定 另外其他涉及B.A.4或B.A.5 沒有源頭及其相關個案 患者分別住在沙田、大埔、將軍澳、何文田等等 其中住在屯門少鄰院瑞倫閣 一個23歲男人和兩個家人確診 23歲男人在機場停機坪做地勤 上個月24日曾與29歲男同事吃飯 同事和他的家人亦都確診 新增B.A.2.1、2.1個案有23宗 當中20宗沒有源頭 4家安老院及殘疾院舍一共新增5宗個案 涉及4個院友及1個員工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斯報導 先有四一陣等待回來有其他新聞 回到新聞時間 原定星期六正式開放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因風暴影響延至昨天開放 不少市民一組排隊等入場 董事局主席陳智思說 已經延長開館時間疏到人流 就不便自協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一日對外開放 由舞師打開序幕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主席陳智思等等 主持開館儀式 蓄勢待發的還有門外過百名早前已經買票的市民 入博物館要先安檢 連士兵都不例外 今天大家有這個難得有故宮開幕 我們現在趁回故宮了 我穿著宋朝便會特別期待有宋朝的文物 館內共有914件文物分佈在9個展廳 農袍、農椅等皇宮展品最受歡迎 可以說這個是農宿 很多東西其實北京更加多 但這裡很多如果不去過北京的話 在這裡其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們中國古代有什麼 譬如說這個時候科技 去以前的審美都可以感受到 特別漂亮的 就算你未必識文物的欣賞 你就這樣看樣子和顏色 你就會覺得 嘩會這樣叫出來 這裡的展品展期都不一樣會輪替展出 譬如這個會展出四個朝代的書畫展廳 展期合共三個月 市民如果想參觀就要把握機會了 連同買了星期六門票的人 博物館這一天要招待多一倍人流 官方說已經延長開放時間 希望減低對市民的不變 昨天買了票來到我們香港古公民法博物館的市民 我就要跟他們道歉 安排可能有點不太順暢 整個館開的時間就是延長多四個小時 來盡量讓昨天買了票的市民 都可以今天用了額外的時間去參觀 他說今個月八成半門票合共11萬張已經賣出 至於下個月第一個星期的門票 將會在今個月12日開始發售 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營報導 《環彩泳香港特別版》在維港上演 受大風影響 原定7月1日首演的《環彩泳香港特別版》 連續兩日暫停 特別版以香港新精程為主題 增加特別燈效和大廈LED屏幕 和幕場影像等元素 會在整個7月每晚8點舉行 涵蓋維港兩岸超過50棟大廈和地點 著名電影導演和編劇羅啟銳 《星期六萬病逝》中年69歲 他和伴侶張遠亭曾編導多部愛情文藝經典 打動不同時代的觀眾 一起重溫羅啟銳的電影人生 《歲月神偷》一個地道香港小故事 也是編劇兼導演羅啟銳童年的寫照 八歲時候的他是一個白艷星 《中文搞甚麼》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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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說謊掉大牙》 《機環皮》 《肥仔牙都在這裡》 《油精靈》 《阿神寶珠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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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哥哥離世的創傷 認識生怒病死 影響了他的一生 《阿神寶珠》 愛上電影 愛上做導演 在美國深奏電影的時候 愛上了一生的伴侶張遠亭 這對刺雄大道雙劍合璧 創作一出又一出的時代經典 是香港電影界新浪潮著名人物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 香港出現信心危機 兩個人拍出成名之狀 非法移民 秋天的童話 白兩金 還有之後的玻璃之城 或者我不走呢 不走就一起看著海 走 水 遙寫紅金寶 和成龍童年故事的七小福 橫掃多行大獎 師父 我們有些東西送給你 以後 爭爭氣氣做人 不要讓別人看 羅奎佑的作品 離不開小人物的樸素情感 2010年 憑著歲月神偷揚威海外 為香港首奪得獲柏柏林影展 水晶紅掌 新世代最佳影片 社會上我看到很多負能量 我就很奇怪 我很想問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我小時候遇到的困難 不是比這些更大嗎 電影取景的地方 上環永利街 更是因為這樣獲得保留 無需要重建 我說說孩子半邊難 不過孩子又半邊街 你說難也好 街也好 日子都是這樣過的 兩奪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編劇 但羅啟銳曾經說 命運才是最好的編劇 再緩變生命裡 時間才是最大的小偷 就是說你偷到多少東西都好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終於所有的東西 你曾經以為擁有的東西 都會被時間偷走 你將會一無所有地離開 河南有樓盤開發商 涉嫌挪用超過10億元人民幣資金 導致項目難尾 當地政府通報已經全數追回相關資金 並公佈交付時間表 河南鄭州市榮威西唐樓盤附近有多間大學 即使官價比市場高出幾千元人民幣 仍然吸引過千名教職員 和外省來的專業人士置業 所以又被稱為最高學歷樓盤 不過去年11月樓盤突然停工 業主透過不同途徑追討 有人在社交平台發布近7萬字的文章 說其中一個開發商涉嫌挪用資金 總額超過10億元人民幣 內地傳媒報導 直到上個月26日 永威西唐仍然有六棟建築物未封頂 但地盤未見有建築工人出入 經過不同途徑追討大半年之後 高新區地方部門在過去的星期六通報 已經全數追回被挪用的資金 並由政府指派國資公司監管項目資金 將每分三期使用 當局有公布具體時間表 預計明年年尾前員工嚴售 無線電視機者陳樹兒報導 日本前首相溝山猶記夫說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 兩國應該重申一個中國原則 購山猶記夫星期日在北京出席第十屆世界和平論壇 內地傳媒引述購山說 雖然中日關係近年來並沒有濃烈的火藥味 但日本政府和執政黨政客利用中日價值觀察而做文章 煽動兩國對立 他認為中日關係若能改善 將會是日本為世界和平帶來的最大貢獻 購山呼籲日本政府和政界人士 不應該像美國採取可能助長台獨的輕率言行 否則不利於東亞穩定 回到新聞時間,我是黃善河 著名作家危空離世,中年87歲 他畢生創作多部科幻小說 不少都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 一起重溫一下他的創作之旅 這些有飛船經過的奇幻畫面 改編自小說《衛斯里》 是著名作家藝康以筆名衛斯里創作的代表作之一 《衛斯里》系列小說 《衛斯里》系列小說 六十年代開始在報章連載 一共有156本 2013年書展曾經舉辦《衛斯里》五十週年展 《衛斯里》 另一個為人熟悉的原震合系列 也改編成電視劇 《衛斯里》是你的嗎? 我在花園收拾 謝謝 不用 小姐 可不可以上臉跳席嗎? 危康生於1935年 本名危康 1957年由內地來香港 他曾經在多部作品 包括追龍等表達對政治的看法 《1997》是香港有很大的問題 作為香港生活的一個寫作人 都應該在自己的消息去反映一下 這個很大的問題 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當然有很多青年人 他們看得明白 直到我想明白這個 1997年以後 香港會怎樣怎樣怎樣這個問題 在我的習問也好 省問也好 絕對提醒人不能錄他 不能錄他 1992年 藝康和太太李果真移民美國 2007年回流回香港 藝康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不止創作小說 電影劇本都有他的足跡 60年代香港武俠片興起 武打巨星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 就出自他的首筆 他也獲得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終身成就獎 藝康近年較少出席公開活動 曾經在2019年書展現身分享環節 和書迷見面 當時我是用寫小術作為職業的 要靠他來養家和口 靠他來過日子 所以絕對沒有辦法精雕細 他做事物的頭貼 是值得我們學習 又是一個真正 寫上充滿真正的人 這些作家很難得 香港作家很多 好像他這樣的作家很難有 你和他做朋友 在他身上學到很多 啟發你的智慧 還有他很憂悶 將生死看得很淡 2018年 筆名金融的著名作家 查亮用離世 身為好友的藝康有出席喪禮 他當時撐著拐掌 金融的作品會永遠流傳下來 相信藝康的作品也會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斯報導 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新一屆政府領導層 舉行第一次內部會議 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說 會議強調兩大重點 包括自力將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四點希望 提高治理水平 增強發展動能 排解民生優難 維護和諧穩定 作為施政的大方向、大藍圖 也指出國師局長 要獨立、高校處理自己政策範疇內的事 擔負起責任 他強調做好內部溝通 去建立成功和高校團隊的重要一環 會與團隊以結果收集分歧 另外李家超是一個活動市長支持 說將會致力將香港建設成中外藝術文化之道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為香港的文化事業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架構下 新成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這政策局將專制文化藝術和創業產業政策 促進文化、藝術創業產業化的發展 也可利用旅遊業進一步對外推廣中華文化 我們會好好把握十四五規劃給予香港的新定位 把香港建設成為中外藝術文化之都 提升香港國際定位 內地三大航空公司向歐洲近空中巴士採購近300架核機 涉資超過370億美元 空中巴士最大競爭對手美國波音發聲明說感到失望 說因為地緣政治分歧影響公司在內地的業務 內地三大航空公司南韓、國航和東韓 向歐洲的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大手採購292架飛機的交易 上個星期曝光引起外界關注 這項交易涉及金額大約372億美元 空中巴士表示是展現中國航空市場積極復甦的趨勢和繁榮前景 外電報道今次採購是空中巴士有史以來最大的訂單之一 有助鞏固空中巴士在中國的市場對最大競爭對手美國波音造成巨大打擊 波音發聲明承認感到失望 說波音作為美國主要出口商和中國航空業有50年的關係 因為地緣政治分歧持續限制美國飛機出口 表明長久以來波音對華的飛機銷售 支撐美國數以萬計的就業職位 說會繼續促請中美兩國政府進行具建設性的對話 令訂單和交付盡快恢復 持續幾年的中美貿易戰目前還未解決 美方早前據報會放寬部分對華關稅 減輕當地通脹高企的壓力也有助企業發展 波音最暢銷的737MAX型號赫基 因為2018年獅子航空 和2019年埃塞俄比亞航空的嚴重空難 造成超過300人罹難後遭到全球停飛 對公司營運帶來沉重壓力 去年年底內地雖然批准MAS客機服飛 但一直未恢復相關的商業航班 無線電視記者楊潔儀報導 又直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聞時間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說 中美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爆發金融大戰的機會不大 又說如果美國圍堵中國或者會造成反效果 美國近年加強打壓中國發展 外界關注中美會不會爆發金融戰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就認為機會不大 但美國的確有意圍堵中國 以保持在金融領域國際帶頭地位 如果使用這些武器體厲害的時候 譬如限制資本流動 不讓人使用這些金融平台 甚至凍結別人的美元資產的時候 反效果就是 你是不是有資本限制 你是不是有外匯管制 你是不是債務違約 但政治就是政治 有時不是理性的 所以我覺得國家在這方面 是應該居安施危 有備無患的 對於有意見認為 港元應該和美元脫勾 任志剛就說聯繫匯率制度 可見將來仍然會維持 以便一旦美國表面令到中國難以使用美元 仍然可以在本港使用 給國家有良售準備 但他認為本港財政儲備 越多越好的同事 也都要平衡香港整體利益 應該審視是否買債圈 特別是美債 如果我們的財政盈餘 一直撥入外匯基金 而外匯基金把這些錢去買美債 就等於是將在市民手上拿到的錢 借給美國政府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好的做法 例如是撥去有一些新造出來的機構 去發展北部都匯區 為香港的將來去投資呢 他又建議當局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例如現在給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投資者 投資港澳銀行理財產品的南向通 更廣泛地使用人民幣作為交易單位和財富儲存 無線電視機在中卓希報導 多個官員發表上任後的第一篇網誌 說會聆聽不同聲音 積極穩妥推進改革 其中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七一講話 為工商界和專業人士 對香港未來發展以至加大投資打下了強心針 他說未來會打破利益固化繁利 開創新局面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 零八社會上有人對法治抱有疑問 甚至是意見相阻 會內心聆聽不同聲音和訴說立場 副司長張國軍就說 會全力協助做好解說 讓本地和國際社會 準確理解香港的法治實際情況 另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賀佩恩 去到疫苗接種中央指揮中心和觀衝接種中心視察 他說疫苗保護力會隨著時間下降 市民應該按時接種下一劑以加強保護力 澳門第一次有新冠患者死亡 兩個染疫的老人家離世 至於陽性個案就新增90宗 今輪疫情累計有784宗 在未來一個星期再開展三輪全民核酸檢測 會有650個內地採揚人員協助 最澳門記者王偉之報導 新冠疫情爆發兩年以來 澳門首次錄得兩宗死亡個案 死者分別是94歲和100歲的女人 本身都患有慢性疾病 至於新增陽性個案 其中60宗在社區發現 其餘30宗在管控中發現 累計涉及16個群組 當局宣布 澳門星期一起 將1年6日展開三輪全民核酸檢測 0至3歲的嬰兒豁免參加 同時便利長者 關外站提早開放 有內地採揚人員協助檢測 派出了650名採揚人員 協助特區政府進行採揚工作 其中150名先遣人員已經在較早前來到澳門 而500名採揚人員也都在今天全數抵達澳門 澳門自上個月18日新一輪疫情以來 新增個案不斷上升 對於早前有香港專家說 若果全民強檢不配合禁足 難以清明 有澳門立法會議員認為 澳門政府現時難以執行 看回他之前這14天 他的紅黃馬區的龍門 或者我們的標準一路放寬和移動 原因是甚麼 原因就是 其實政府都支插不到這些 即實質的民生 基本的民生支援 所以其實政府 如果你說一下子完全禁足 其實我們會見到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林宇濤又說 希望特首能夠出席每天的記者招待會 親自回應公眾的疑問 和交代回接下來 具體的政策措施方向 和落實執行配套 當局指 如果經過下一輪措施之後 個案仍然上升 不排除採取全市政治等措施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王慧之報道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有黑客組織誘騙中國大學生 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批評是惡意詆毀 一派胡言 對此表達強烈不滿 英國《金融時報》早前報道 由中國政府背景的黑客組織APT40 透過一間翻譯公司招聘大學畢業生 負責翻譯等工作 報道引述求職者說 在面試的時候 曾被要求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實驗室主管的履歷中搜尋資訊 由於覺得可疑最後決定放棄面試 報社分析說 認證者有可能在不知情之下協助從事情報工作 影響未來在海外的發展 中國駐英大使館發言人說 有關的報道是 被惡以抵毀向中國學生撥裝水 公然違背新聞回體公平公正客觀的職業準則 又說眾所周知 美國才是全球投號泄物大戶 一方面憑技術優勢 私無忌憚對全世界進行大規模洩聽泄物 另一方面 又以國家安全為由 對其他國家進行抹黑攻擊 無理打壓 他又批評金融時報跟隨西方某些勢力 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 淪為英美情報機構進行誣滅的傳聲筒 令到廣大讀者失望和不恥 強調中國堅決反對 並且依法打擊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和泄物等行為 說中國在2020年發起的全球數據安全倡議 正正就是倡議各國反對利用信息技術 破壞別國關鍵基建或者竊取重要數據 為維護全球數據和網絡安全提出建設性解決方案 發言人敦促金融時報以客觀、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 停止製造和傳播反華謠言 無線電視記者 曼希信報導 澳洲新南威爾市州暴雨成災 升離市交數以千計的居民要緊急疏散 升離西南部的卡姆登鎮被水淹淨 油站、商店和遊樂場全部都陷入水中 氣象部門向新南威爾市部分地區發出暴雨和水淹警告 當局說暴雨導致升離主要水壩、旭勒金巴壩 在星期日的凌晨入門 加上河流水位持續暴漲 預料升離西部地區廣泛水淹 災情可能相當於去年3月的水災 當局發出多個緊急疏散力 要求升離市交數以千計的居民 暫時撤離到安全地方 當局預計暴雨會在星期一持續 呼籲當地居民提防突然出現的洪水 温布頓網球公開賽青年組 香港球手黃澤霖晉級男單次圈 黃澤霖的首圈對手是美國巴斯維 黃澤霖贏7比4 之後他再贏一盤6比2 直落晉級 次圈對手是9號總子 克羅地亞的佩斯密 黃澤霖也出戰男商 爭取他第三項大滿冠青年組 雙打錶 他在社交媒體搭席 到場支持的香港球迷 又吃回來有另一節新聞 他們會覺得吃好 在社交媒體搭席 銀行